每年的12月做腊肠的比较多 所以现在的大骨头非常便宜 就多买一点 今天给家人做了一锅酱大骨 酱香味浓郁 色泽红亮 上面的肉软烂脱骨又肉味 喜欢吃的赶紧收藏起来吧 一圈三连求个关注 6块钱一斤新鲜的大骨头 我这里买了4斤 大家看一下 上面带的全是肉肉 这样啃起来才非常的过瘾 里面给它倒入 去年的长江水没过大骨头 在里面多撒点食用盐 抓拌均匀 放一旁浸泡20分钟左右 把里面的血水给它泡出来 下面准备的大料 八角花角姜片 凉姜桂皮香叶草果白蔻 山楂小浑香 喜欢吃辣的再放入一把辣椒 这时候大骨头也泡好了 里面泡出了这么多的血水 再随便淘洗几下把它捞出来 放到流水下面 再多冲洗两遍 另起锅不用加油 把大骨头洗干净放到里面 加凉水没过大骨头 倒入料酒去腥增香 锅中的水慢慢的烧开 上面又漂了一层漩墨 用勺子把它撇干净 里面没有覆没溢出的时候 把大骨头捞出来 用温水洗干净表面的杂质 再次起锅 多倒一些食用油 倒入准备好的大料 把大料的香味给它吸发出来 大料的香味炒出来 放入一勺海鲜酱 一勺红油豆瓣酱 一勺两勺的甜面酱 放点蚝油提鲜 放好之后 炒拌均匀 炒出酱香味 炒出红油 把洗干净的大骨头 给它倒进来 开小火炒拌均匀 把酱香味吸收到肉里面 大概炒了两分钟左右 像这样就可以 这个时候往里面添加开水 要一次加勾哟 调味放入两勺生抽 大概100克 适量的酱油 几个冰糖 少许的胡椒粉 放好之后 给它搅拌均匀 用个勺子 挖一点汤 尝一下味道 如果味道太淡的话 再加一点食用盐 这个根据自己口味来添加 最后放入几个葱段 烧开之后 盖上盖子 调味小火 炖30分钟左右 时间到了 里面的汤汁也瘦得差不多了 大家看一下 上面的肉 用筷子轻轻的一夹就掉了 出锅之前 放点味精 放点鸡精 美味鸡成 炒匀之后 如果不着急吃的话 盖上盖子关火 再焖5-10分钟 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 哇 色泽红亮诱人 看到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哇 成了满满的一大盘 上面再浇上酱汁 放入香菜点缀 有没有馋到市面前的你呢 大家看一下 这骨头上面的肉 非常的鲜嫩 软烂脱骨 非常的入味 我们平时去饭店吃一份 需要88 自己在家做的 成本只需要30块钱 过年的时候 做上一份这样的酱大骨 客人吃过都夸赞 如果你喜欢 趁现在大骨头便宜 多买一些 做给家人尝尝吧 绝对让你吃一次 就有年年不忘 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 请点赞收藏转发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